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ctalk 本视频想跟大家复盘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整个国庆假期加密市场的走势不是很健康 那么在比特币最高突破了66,000之后 那么最近两天都进入到了一个回调的区间内 天凌晨的时候最低也是来到了将近6万美金左右 所以确实整个市场最近走出了一波下跌的行情 那么以太坊的走势就更为拉胯了 特别是如果你要看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 那么整个的汇率已经来到了202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值 所以的确这个的一个跌幅也是非常迅猛的 那么同时从整个现货ETF的数据上面来看 那么在10月1号当天 比特币的现货ETF也是出现了非常猛的这个就流出的 所以这也显示了整个市场的走势真的很拉胯 但是国庆期间其实还是有相对走的比较强的赛道 那么首先就是整个meme赛道 虽然主流meme方面还是跟大盘一样出现普跌的这个趋势跟状态 但的确我们也看到了 例如像火星城 河马 还有各种链上的什么猫 什么狗等等的这些火爆 但的确 这样的meme token也没有跑出某一个特别高市值的一些项目 除了这个河马走势很牛 而且整个fdv已经来到了将近两个亿美金之外 那么别的都还是相对拉胯 那么同时整个sway生态也是一如既往的牛 那么sway最高的时候都要突破两美金了 sway上的各种生态也是在最近几天基本上普涨超过20% 特别是sway生态上的几个meme token 那么也是夺去了整个sorana和以太坊上的一些meme的风头 所以走势很牛 但确实sway也是在10月1号的时候进行了一波大额解锁 那么我估计解锁之后 可能sway的这波上升趋势会逐步的下降 目光再回到整个的比特币生态上 分行比特币在国庆期间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 基本上叫9月的最后一周跌去了将近50%还有多 同时整个的b2c20方面的交易量也是全面的萎靡 那么整个链上的gas费也是下降到了一个相对低位 较9月初的时候的火热程度基本上没有十分之一了 包括之前非常火热的比特币的nft 那么在整个的上周也是出现了一波不小的回调 所以确实比特币生态在之前走的比较难看 包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ftx可能会出售自己钱包中的wordcoin 所以确实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整个wordcoin也是出现了一波差针 哈佛可能即将发币在即了 而且确实b1已经连续两个周没有去发行全新的launch pool了 如果下周再不发的话 我估计整个市场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比较难受的区间内了 包括也是全新上线a根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就为个人建议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据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大家点赞你关注 就是我见下笔的最大动力 首先让我们来总体复盘一下整个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市场的一个具体情况 那么除了刚才我说过的价格出现了画门的行情之外 那么确实在最近几天唯一的热点消息估计就是上线a根layer了 不过确实我个人感觉a根layer的这个上线没有引发市场什么样的一些formal 那么也没有说对流动性有多少的一些剥夺 反而我个人觉得a根layer应该是错过了自己上线的最佳timing的 因为如果他在三月份的那个时间上线 那么确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种质押赛道的项目是很火的 其实在社区里的热度也都蛮高 不过时间线来到了现在的十月份 我真的觉得整个a根layer以及a根layer所代表的这种以太坊在质押赛道 目前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所以你看到整个a根layer上线后的价格走势也是说明了一切 那么在上线的第一天最高的时候来到了将近4块3 那么现在直接来到了3块4 整个的跌幅也是比较猛的 所以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总体趋势 而如果我们要去overview一下币安最新上线的几个标的 你会发现烫生态基本上出现了全线拉胯的情况 那么仰冒游戏叫自己的峰值下跌了将近有60% 那么这个打仓鼠叫自己的一个峰值也是下跌了将近70%多 所以这两期浪值步都是之前跟我们的预测几乎一样 那么就是在上线的第一天能有一波非常迅猛的拉盘 之后就出现一直下跌一直下跌这样的一些趋势 虽然币安之前上线的这几个meme token 宝贝狗小蟹狗还有这个turbo的走势还是不错 但的的确确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些主流的meme token 在最近几天也是基本上普根目前市场的一个主体跌幅 所以确实你看到tong来到了5块钱 包括docs也是来到了7以下 所以确实整个tong生态目前看起来真的是出现全线拉胯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个人预测啊 可能下一期bm的launchpool的项目大概率跟tong生态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你看一下 其实目前tong生态的几个火爆的项目基本上全部都上线了 那么再上的话 感觉市场都没得完了 而且基本上用户也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惯性了 你看到无论是这个养猫游戏 亦或是这个打仓鼠 大家已经都知道无论是二级怎么操作 还是说怎么样去撸空头 还有整个tg生态上目前太多的这些撸子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生态在接下来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点 所以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parfer的这个tg已经在即了 而且parfer也有说会在10月份进行tg发币 所以我觉得bm的下一个launchpool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这个parfer 但具体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继续去看 毕竟目前其实整个的以太坊在这家的项目也不是特别火热 而且确实自从整个养猫游戏在10月26号挖完以后 那么整个bm也是有将近快两周的时间没有去来发行全新的launchpool了 所以后续的走势这个真的不晓得 跟大家分享一个时间线 就是如果bm这边连续三周没有去发launchpool 你就可以去考虑去进行减仓了 因为其实这代表着bm对于后续整个市场的不看好 所以我估计下周的这个时间会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在下周也就是10月10号左右的时候 bm依然没有公布最新一期的launchpool的讯息 我估计就可以开始逐步清仓了 包括我在假期之前跟大家有做过一期分享 那么也有说过要去进行相关减仓的一些操作 那么确实却有也有不少小伙伴去跟随了这个讯息 那么的确也是躲过了这波的大跌 不过目前整个市场真的极度悲观 而且随着整个a股还有港股的这一系列的牛回速规 那么整个加密也是的确出现了被吸血的状态 还有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影响 那么也确实是他们打的炮弹要用我们账户的一些资金来赔偿 所以是跟大家在这里简单分享一波 同时目光回到整个meme token 那么如果说整个国庆假期期间还有一些热点赛道 那一定是meme了 那么之前有像什么火星城 包括河马走势很牛 那么最近又有各种各样的链上的什么猫啊 狗啊 各种各样的一些动物 那么也是磁吸笔伏 可能早上涨个五六倍 那么晚上又完全跌了回去 所以这也是目前的一些状态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这些meme token 我很难跟大家去来进行判断跟分享 那么包括之前涨得很牛的这个火星城 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标的其流动性也不过就一百万美金多 然后整个fdv也是不超过三千万美金的 所以总体看下来都还是处于这种比较小市值的一些标的 包括整体的河马也是在最近几天的走势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如果你要玩meme的话 那么还是建议你去抓好一些时间线 不过我个人真的觉得玩这些meme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意思 今天这个链上的猫和狗 明天那个链上的猫和狗 或者是什么猪和羊 然后玩一玩又搞什么河马 然后又讲什么样的一些叙事 特别是有一些kol现在已经非常聪明了 他们就是自己发一个meme token 然后自己买自己喊 然后去定向收割粉丝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去太过相信某些kol去喊的 尤其是某些集团 他们已经非常顺滑和丝滑的形成了我刚才说的这种流程 自己发币 自己喊的 然后去来搁上车的人 所以还是在整个加密投资中依然还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些风险 那么同时咱把目光回到整个表现最为强势的赛道之一sway生态 我们看到目前sway的价格已经即将突破两美金了 而且确实整个sway生态中的一些头部的标的 那么在最近一周两周内的时间 基本上也算是普涨了超过50%以上 那么个别比较猛的标的 那么更是翻倍还要多 特别是整个sway上的一些meme目前看起来也是颇有要跟solana 还有以太坊上的meme站一站的一些热点跟趋势 然后确实sway在最近真的是出现逆势上涨的一个趋势 无论是昨天的大跌还是今天凌晨的大跌 那么sway一直都保持着自己上涨的趋势 从这个泡泡里面你也非常清楚能看到 那么在非常多红色的泡泡里面 那么sway是比较绿的 包括sway也带起了整个aptos和梦武语言生态的一波上升的浪潮 但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10月1号的时候 其实sway已经进行了一波大额的解锁 那么解锁的量还不少 大概1.2亿美金左右 所以我个人估计sway的这波浪潮也有可能即将结束 因为非常明显sway这波上升 我在多期视频中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就是这波庄家在自己拉盘并不是什么基本盘的改变 亦或是生态上出了某些特别牛的项目 所以呢 这样的大开大合 还是希望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尤其是在目前整个大额解锁的一些背景之下 还有这样的一些逆势上涨 看起来真的是有点让人觉得不太正常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整个梦武语言 或者是整个的sway生态 可能最近两天如果能逐步减仓 最好就是在高点先走一走 可能后续还是有比较大的涨幅机会 但在当下我可能不是特别建议你再去赌一波 毕竟目前的风险其实还是相对较高的 目光回到比特币生态 首先看一下分行比特币生态 那么确实分行比特币生态最近几天的走势真的十分十分的拉胯 甚至有小伙伴们戏称 整个分行比特币走出了整个梅林的一些趋势 我们从目前的状态中也能非常清晰的看到 那么在之前分行比特币开盘来到了大概三十几块之后 那么就一直处于这种下跌的趋势 我之前也说过整个分行比特币的一个黄金福利期 应该就是从它上线到十月的上旬这个阶段 也就基本上也是来到下周的时间 如果它生态上不能出现某些赚钱的效应 基本上这个项目对于散户来说也算是宣告死亡了 没想到这个项目的下跌这么的离谱 就简直就跟梅林在这个曲线一模一样 而整个分行比特币生态上的一些资讯 那么最近也是基本上没有了 虽然还是有整个分行的B2C20在一直的打 但无论是热度还是社区里FOMO的程度 那也都低了非常非常多 之前刚上线的时候 盖斯维能冲到三千五四千 那么现在三百多都已经是属于相对较高的了 那么对于FB的价格 我个人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觉得FB会有一波热潮 那么这波热潮就是出现在FB会上线交易所的时候 但是谁也不知道整个FB在上线交易所之前 到底会跌到多少 所以我也不建议你去进行贸然的抄底 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FB是一个 跟明文符文这样的一些去中心化的 由社区发行的东西 FB目前是有几个比较核心的矿工来去进行控盘 然后另外50%是在VC和项目方手里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VC盘 那么大家也是要注意风险 千万不能看着这价格一直跌 然后又上锁的预期 你去贸然抄底 因为谁也不知道跌到多少 可能现在跌到6块7块已经到底了 那么可能会反弹 但如果这个项目持续往下走低 整个的收益值和你个人的投资损失 应该也是毫无底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标的是不值得赌的 因为其实你去赌它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 而且你的整体风险性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短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同时整个比特币生态的明文符文方面的走势 其实也是相对拉胯的 你看到整个B2C20整个的第一名交易量持有9万多 那包括之前很火热的整个比特币上的这一系列NFT项目 那么也是在最近7天出现了不小的一些回调 之前整个接点猴坏回到0.2了 现在又来到了0.17左右 所以的确整个比特币生态 那么随着最近几天的比特币的走低 也是出现了走低的这样的一些趋势 而且目前看起来社区中的热度也好 一或是社区中对它的期待值也好 也算是下降到了一个相对冰点的位置 那么基本上以上就是本期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主要内容 总之就是国庆假期期间 整个加密市场由涨转跌以后 整个市场的热度 还有市场对后续的一些期待值都降到了相对比较低的状态 而我们也看到这些主流币方面 Bnb也是从之前的600块钱跌到了现在的550块钱 而整个的A跟雷尔这样的上星的代币 那么也是在第一天风目过后之后 然后价格也是出现疯狂的这样的一些跳水 而目前整个涨浮网以及目前比较热的这几个赛道 我个人也都没有觉得是什么样特别强力的赛道 亦或是有什么样特别全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确实包括我也在深圳等等地方跟大家去聊去走了一圈 那么目前加密市场中最大最难受的点 其实就在于没有什么样全新的一些故事 在加密市场中永远不缺钱 缺的真的是下一个叙事 在当下的阶段谁也无法预测 谁也无法知道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全新叙事究竟是什么 那么我个人觉得能够让散户赚到钱的这些机会 那应该还是处于像明文这样的一些草莽的赛道 而不是这种由VC强力控盘的一些赛道 亦或是去投资的某些超大项目 因为这样的项目基本上在早期整体的利益分配 就已经相当盘根错节了 不太可能在二级市场上给用户太多的一些收益值 而对于整个思维生态来说 其实在目前看来虽然涨幅很牛 但的确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另模眼前一样的生态 这几个借贷协议包括这一些的这种生息协议 那么也是基本上跟以太坊链上的大体一样 只不过是部署在整个思维上的 所以也是跟大家去来分享一波 整个的meme赛道我就不再讲了 热度很高 然后每天都有无数个代币跑出来 但确实除了河马和火星城以外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跑出什么巨量的一些项目 和一些龙头的项目 即使头部的这两个 目前看到整体走势也是相对一般的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简单同步与分享一下 那么的确目前加密市场的走势 是有点让人扑朔迷离的 尤其是随着整个A股行情的全面复苏 我觉得对于加密市场的信心来说 其实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打击 那么也是希望各位一直留在这个市场 希望在后续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投资机会 跟赚钱的机会 我也会给大家及时做来一些同步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小说的想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 或者是点赞观众的频道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